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候选人都有很多密集的行程 其中韩国瑜虽然不是候选人 他是立法院提名的第一名的不分区立委 但是全台的竞选 助选 助奖的行程非常的密集 北台湾一天之内从王宏威 钟小平到赖士堡 那么到了下午立刻冲到新竹正正前 10号马上又到马文军还有姚正玉的进总 各地彰化 台中 南部到处跑 甚至离岛也是 那么所以韩国瑜这本贴文 这个星期是马不停蹄的一周 那蓝绿基站台南怎么说 是不是北台湾跟中台湾现在蓝军要抢之外 更要攻下赖星德本命区台南 所以抢黑金复辟成为一个重点的辅选区域 韩国瑜到这里来喊出来说台南人民最大 不欠民进党的 那么甚至让台湾民众很激动的回应说赞 为什么 因为政治人物贪污是最不能原谅的 所以台南被称为赖星德本命区 而现在民进党在台南的市政如何 贪污这件事情可能会成为当地民众最大的疑虑吗 不过民进党的相对我要讲的是绿媒吗 郑宏宜也会在台南户外开奖 当然也是要警打什么蓝白打模糊 这样去帮忙雇注台南的本命区 而台南对于台南市长黄伟哲来说 他这段谈话他是很担心 以市长的身份说本土登革热又增加了 他担心今年暖冬 看我们今天天气都还那么热 阳光普照南部更热 他说是会造成病霉纹 大量的伸展很有可能 所以恐怕会重蹈 2014 2015南部登革热 当然是大流行死亡人数非常的多 我要是打谁 怎么好像打到赖星德 因为赖星德还刚刚前阵子拿来做宣传说 2015年台南的登革热 他做得很好 积极的压制在1万多 那现在黄伟哲直接点出来说 那个是最惨的时候 这样不要跟当年一样吗 而绿委很担心蓝白河会冲击本命区 登革热这关键是赖星德分享科技防疫经验 结果现在被黄伟哲拿来酸 不小心酸到了 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所谓抢飘 激增仇恨值 点韩国瑜这件事情 就要呼叫韩国瑜 上次说让你三拳 武林高手过招让你三招 这次他又出招了 他又来一次了 他说韩国瑜对台湾有贡献吗 民党不分区第一名 对上游锡坤的话 当然是游锡坤在台湾有贡献 其实他上次讲过 一样的话再打一次 王一川也酸 什么喝 如果可以想象韩国瑜当院长会喝酒等等 又讲一次 所以对于赖清德来讲 诶 是第三次 是不是叫第四次 韩国瑜说要回首了 那立法院拿鱼来暗讽 这个是愿猫 团结护国会的logo里头 有猫有狗 而这猫嘴巴咬什么 是鱼肝吗 那小美琴回应说 不用想太多 猫爱吃鱼是千年传统 这个是民党的打法 显然要冲着韩国瑜而来吗 那另外柯问哲呢 刚好倒过来 柯问哲是 骂天骂地不骂韩 怎么说 他骂民进党什么呢 今天骂非核家园是一个 好像会罚钱 只能把他打叉叉 大家自己入 自己看字就知道了 风电光电 扎钱硬干 价钱高 苍蝇蟑螂就来了 批评我们能源政策 变成某些蟑螂 苍蝇 土力的地方 而骂赖清德什么 说谎 还一直凹 让他哭更大声 哭什么哭 哭更大声 骂侯友宜 以555方案是 土力厂商 骂赵少康 抹红他刚好而已 骂朱立伦 脱产 国民党党产 1.8亿 就在专方里面 柯问哲甚至认为 民进党最缺人才 还欢迎韩国瑜站台 看他敢不敢 强调跟韩国瑜是好朋友 所以是在全力拉拢 韩粉票 国民党的人什么都骂 民进党也骂 但是就是不骂韩国瑜 所以亮哥 这个是韩国瑜消息 民进党要拿来打 柯问哲要拿来拉拢 那国民党当然现在就成为 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这个民进党就是都活在过去 比如说以前认为有太阳花 所以就觉得 服帽这个议题有效应 所以就拼命的制造服帽恐慌 侯友宜到现在 服帽版本你都没看到 就用2014的记忆在那边骂 到台东 便当一个多少 100 他们来就要卖80 就是这样 然后到嘉义吃鸡肉饭 他们来就要卖鸡肉饭 不然我们台湾人看了 一点竞争力都没有这样 真的 就用恐慌制造恐慌 我跟你保证没用 那这个一样 他就想到韩国瑜 因为被罢免那个时候 操作得当 可是坦白讲 韩国瑜为他 当高雄市长一年多 就去选总统 然后被罢免 这已经付出代价了 他就是被罢免 可是人家之后都做公益活动 现在等于是整个 叫做重返 重返政坛 事实上人家对他的评价 已经经过一轮 已经不太一样了 而且我讲白了 我在立法院待过10年 尤锡坤对立法院的运作 是最不熟的 他没有当过立委 事实上不管是比苏家全 或者比王金平 他对立法院的运作 的认知 远远不如柯建民 也远远不如苏家全 跟王金平 你说尤锡坤对立法院 有什么贡献你告诉我 尤锡坤过去宜兰县 有贡献 这个我同意 陈严敏的时候 他当行政院长 可是比起那两个 立法院他是最没有贡献 他非常不熟 非常的不熟 所以我说你要去扯这个 这个根本打不到韩国瑜 我坦白说这一次 我觉得台南才值得注意 真的 关键指标 小英在2020年 台南拿到了67%的选票 结果林俊宪还在奔 帮赖清德吹牛话 说他至少要拿到60% 简直就是做梦 我跟你讲赖清德 台南能不能拿到50% 都还不知道 不知道 这也正是三个人选 然后你台南弄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个在小英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爆出来 比如说从卢渣案 到88枪 到光电一大堆弊案 到议长的会选案 连续的 然后台南政坛那么多贪官污吏 你还想要过50% 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这个台南就是一个指标区 事实上我们最近去看赖清德的民调连高雄都不太好 就是基本上民进党在这一次选举跟蔡英文上次 那个人气是差非常的大 你可以去看赖清德的场 你去看民进党用的那个摄影机 有用长镜头这样拍吗 他大部分都是拍近的距离 你为什么 以前民进党的传统是赖清德 蔡英文去的地方都有空拍 你这是为什么 万民勇戴的感觉 为什么不把空拍机秀出来呢 就是我到现在只有看过一两场有空拍 为什么不秀呢 选民的热情在消退 因为实在做得太烂了 你去台南试试看 郑宏怡当主持人也没有用 那个是政机累积的 不然你去看 黄伟哲跟谢龙介选台南市长 48比43 你怎么会选成这样 赖清德第二任的时候 选到将近70 赖清德连任的时候 大幅的滑落 所以你去看看赖清德 他台南市上也是当到第二任 然后后来就转到 来当行政院长 你看他离开之后 台南变成什么样子 那之前是因为炉灾案没有人调查 那因为后来实在是变得太不像话了 所以人家就开始往前追 我敢说 你不要说台南还是民主胜地 应该是变成乌烟瘴气之地 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的感觉 不然谢龙介怎么可能拿到43% 那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谢龙介选立委也选得不错 而且那是麻豆 台南麻豆是深绿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若要用台南来决生死 那我敢说赖清德大概 会是民进党有史以来 在台南拿到最少票的总统 不是 他要去比的是阿扁 还有蔡英文 他还是老市长 就是你去比 你去比 这个跟赖清德在当第二任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明显浮现 到了黄伟泽两任 百病重生 到了黄伟泽第二任 连议长都不知道在干嘛了 大概多少年都在捞光电的钱 还有黑道的力量 是不是也开始大量介入政府标案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还在想象你在台南 可以拿到阿扁跟蔡英文的票 实在是太妥礼基层了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这次就从台南来当做反指标 看李赖清德怎么选 的确台南的风向跟过去 真的是不一样了 尤其像洪伟泽讲这个话 感觉好像是在帮忙打脸还是怎么样 台南的确现在民进党喊出来 一定要在这里吹高票 都有登革热 对啊 人家高雄的登革热都改善了 为什么又是引台南 还这么严重 所以黄伟泽讲到2015 2014显然是要说是有历史的 是以前造成的吗 对于现在的选情来讲 当然也是有很重大的影响 第一个我们要看 到底现在的登革热 跟当时登革热有什么不同 当时的登革热从5月到1月 5月中到1月中37周 台南37个区有36个区 都有登革热的病例 当时的案例数是多少 就是病例数有多少 22,765个案例 那么现在有多少呢 根据到礼拜五的统计 是21,327例 所以真的是非常接近 黄伟泽这一点也是没讲错 这是事实 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 到底当时是赖清德的问题 还是中央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赖清德自己 当时怎么说的 他说很感谢当时的中央政府 成立了中央防疫指挥中心 中央防疫指挥官 对于台南在控制登革热 在处理登革热问题上 有很大的帮助 当年的中央防疫指挥 中心指挥官是谁 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 他以前是公开讲的 就是张善政 现在因为要选总统了 所以就不敢讲张善政 但他还说了一次 就是中央防疫中心指挥官 所以说赖清德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赖清德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中央政府 不如当时的中央政府 当时还成立了中央防疫中心指挥部 罗毅军去进驻蛮久的 现在没有什么中央防疫指挥中心 现在就是有一个 卫福部的官员 罗毅军去进驻 怕被发现太严重 对 有这种心情 所以说你看 这个两个时代 两个政府处理的方式 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他没有说出口 其实他可能对现在中央政府 是处理台南登革日的方式 是不满的 当然我觉得 还是回来讲一下 整体的现在 讲到韩国瑜 跟游锡坤的比较 其实韩国瑜 当立法委员 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但重点 我们还是在讲说 立法院长到底是 对国家的贡献 还是说他能够去凝聚 整个立法院的共识 我们先不要讲说 两个人谁有贡献 因为每一个人的观念 可能不一样 你问蓝军的选民 大家都觉得 韩国瑜比较有贡献 那你若问绿营 当然大家会觉得 游锡坤比较有贡献 所以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谁能够凝聚大家的共识 游锡坤当立法院长 这几年来 到底他是能够包容 最大多数的不同意见 还是他是党裔立委 听科见名的 对啊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民进党压霸 会觉得民进党专制 就是因为 即使是在立法院 少数意见都出不来 三十几些立委 没有办法有效地表达声音 什么事情都是 一条边下来 根本就是反映 以前说的是 国民党是党裔立委 其实民进党执政时期 都是党裔立委 没有任何意义的空间 只有一个意义的空间 叫什么 高嘉瑜现在是被民进党 清算的对象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现在整个这个 国会所反映出来 其实就是民进党执政的 一个缩影 这个缩影是什么 独立机关不独立 这个缩影是什么 言论自由被压制 这个缩影又是什么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多元的声音 在这个体制里头 那游锡坤要不要负责 其实立法院应该是 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 然后让这个政府的施政 特别在立法过程里头 多数这个不同的意见 可以进入最后的法案里头 那最后能够凝聚社会的 大多数的共识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讲这件事情 其实又是不小心射箭 射到现在的这个民进党政府 自铺其短 对啊 就是自铺其短 就好像他做那个 贪腐的广告是一样的 你现在其实大家的问题 大家现在 尤其对年轻人来说 大家现在眼睛所看到是什么 鸡蛋口罩 快摘疫苗 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哪一件事情是跟国民党有关的 这不都是蔡英文政府 所推动的所谓的国家队吗 国家队就是政府的资金 政府的人力去介入 当然大家就要怀疑说 当这些事情出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里头有贪腐 是不是里头有人谋不张 所以我真的觉得 赖清德讲这些话 恐怕真的是回力标打回自己了 将军这一天好像也跑了不少造势场 韩国瑜就是说 在造势场合的影响力跟魅力 那个能量还是很强的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连柯文哲现在也不想批评他 即算万箭齐发也打不到韩国瑜 对 因为有些朋友要请我去 我就去帮他们忙 我去了解一下 因为比如说我们举台南好了 因为我是台南人 因为我从出生到长大教育都在台南 而且我在很长的时间 在南部服务 那我比较了解 我认为现在台南我就去他们了解 因为真正深入的 因为我们大家是在一起 大家都是亲朋好友 还有同事 还有以前同学 这个最容易讲实话 因为有的人他会跟你讲场面话 他们跟我讲实话 他说台南真的这几年停滞 没有进步 多多多多 他看到其他城市 什么台北 新北 什么桃园 台中 他说都在进步 蓬勃发展 然后都在起飞 他说台南停顿的 停滞的 退步的 甚至是讲退步的 我这样一问 这个状况 因为这个是了解 因为我经常跟他们在一起 这样讲 听了一两个人 就算大家是这样子 那不是个案 变成一个通案 变成一个现象 变成这样 所以我要认为这一次 如果是难得再稍微 南军如果再稍微努力一些 我们来 我这样看 可能会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因为可能 因为我发现他们的差距 点滴之间非常的近 你看台南他现在的这些 这些弊案那么多 你看我们刚才 刚才包含我左手边的 左教授所讲的 你包含口罩 包含这些快筛 包含疫苗等等 出太多了 卢渣案 台南大家都耳熟人详 那些还有这些88枪 还有云豹小公主 这些案子都在那边 都变成双标 你看包含那个议长会选 也是一样 不是不见得是双重标准 是多标了 都乱标了 标准都搞得太离谱了 大家现在选民是越来越聪明 大家所获得的资讯 都是各方的过来的 现在很难就说你去封锁资讯 这次不登 这次不及报道 但是问题是网络上都有 很容易就抓到这些 大家都不一样 我认为选民这次都觉醒了 觉醒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选情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稳坐金融店 好像这是稳超胜券 但是现在不是一样 我认为大家民心思辨 现在至现在 这一次选情的特色就是思辨 另外我认为贪污不可原谅 你看多少贪污案子 然后在那边这么大言不惭 然后就在那边 好像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变成这个样 假学历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当官 有没有出来面对 政治最需要的是诚信 最需要的是诚实 又不诚实 还在当官 假学历要下台骂 要负责任 都不可以这样子 政治都要 政治要很亲民 政治是个表率 政治是个一点九鼎 政治是人民的一个标杆 结果政治都要骗人 那怎么可以 我认为这个要 这个不一样 我认为要深切检讨 选民已经觉醒了